好,今天我们来讨论2023年的第二次统策 这个是第三学期的统策 初二的物理 初二的几核 第一题,有一个正多边形 它的内角和是4140度 那其正多边形的外角是多少 内角和加外角 我觉得可以套公式吧 我们的内角和的公式是n-2乘上180 会等于这个4140 所以180呢,你拿过去除的时候呢 0可以跃掉 18的话 我会先跃减9 我先跃减2好了 先跃减2 224 724 再跃减9 就会得到928 9327 再来呢,这个减2来过去加2 我们就会得到n4等于25 好,那如果我有25个边 我的外角和肯定是360 我再除以25 应该就可以找到了 我先跃减5 575 35 520 再除以5的话应该是小数点 所以这一个呢 它的外角 正多边形的外角 应该是14.4度 OK 应该是这样 再来看第二题 如图一所是A,B,C,D,E,F 为多边形 X加Y的值是多少 我们先看X 因为X有这个我们叫做平行线嘛 因为它有AB 平行于CD 我们就有同旁面角互补 这个X呢 应该是得到101度 好,180-79啊 应该是101度了 那至于Y怎么找呢 就要从这一边下手 OK 那这边下手的话呢 我可以说补平行线 补平行线 这里补两个平行线 这两个脚相加等于180 这两个脚相加等于180 这里两个脚相加180 但是这里又可以 这样吧 我们呢 内错脚相等 这个脚135 然后呢 我再找上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什么呢 288-135 288-135 应该是153 153 OK 153 然后呢 153 180-153 我就会得到27 所以这个脚呢 是27度 那至于上面的这个脚呢 就会是Y-27 过后呢 我们再看在最上面的 这一边的 角度呢 我们有 同旁内角互补 2Y-9度 加上Y 减去27度 会等于180度 对不对 然后呢 2Y加Y呢 就会等于3Y 减9减2 27呢 应该是减36 拉过去对面呢 加36 好 就会得到180 就会得到180 加上36 我先不要加起来 因为 加起来的之后 还要除以3 我这样子除以3 比较方便 180除以3 得到60 好 然后呢 36除以3 等于12 所以加起来呢 应该是等于72度 72度 所以呢 X下Y呢 就会等于173度 好 我写上面吧 173度 找到了 OK 好 第三题 如图2 为一个长方体 AB是9 AC是12 CG CG是5 那BH的长度 很明显是13 对吧 因为 这个HF这一边是12 那BC BF这一边是5 512 13 BH呢 应该是13 这个答案用必是定理了 好 我这边因为是特别指甲三角形 我就直接给答案就好了 然后呢 很好的是A H 你可以看到 ABH这一边呢 也是一个指甲三角形 那这个9本身是3乘3 这一个10 这个是13 不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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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好像就不行了 15好像就不是一个特别指甲了 那我们就要用9的平方加上13的平方 哎呀 这个笔很卡 你看我明明写好的 我明明画了一纸 他就跟我一纸的cancel这样 你看那个我这个 一不懂要画几次他才会出现 你看你看哎呀 所以为什么我讲我不太喜欢用这个 13的平方169吧 对吧 13的平方算上9 3 13 169 169 所以169 所以呢再加这个81 9加1等于10 9等于7 静位等于7 7加8等于15 会不会出现那个 然后呢 应该是250啊 那250开根号 就25 25乘10吧 25是可以开出来变5 所以他应该是5跟他10 大概是这样子吧 OK 好 好辛苦写了 再写这道 第四题 如图所示 已知 JKL 和 KL 和LMN LMN 都为直角三角形 好 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里JK 三角形的顶点 JK等于MN 还有LM呢 是等于10 LN呢 LN在哪里 LN是5跟号5 好 然后他要找MN是多少 那MN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5 这个是10 他基本上可以约掉一个5吧 就会得到2 所以2的平方等于4 1的平方等于1 相加就等于5 所以根号5就出现了 那我们过后呢 还要乘了一个5呢 你就会算到说 这个MN呢 就会等于5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模式 MN等于5 JK也会等于5 JK等于5了之后呢 你就要 他就要你判断说 这一边是不是一个 直角三角形 因为它是不同的数据 我们就算一下嘛 5的平方 加上2跟号5的平方 那就会得到25 加上224 45 20 加起来就会等于45 我们再看一下3跟号5的平方 3的平方是99545 那因为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会等于斜边 那这个JKL呢 这个是以必试定理的逆定理 我们就可以证明到这个角JKL是90度了 所以这个是4 一个直角三角形 第五题 如图示所示 PQRS是等要T型 QR就会等于PS PQ平行于SR And then PQ等于QR 这里 其实这一个等要T型的资讯 已经差不多知道了 因为它长这个样子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然后呢 PQ等于5 PT等于4 QT等于TR等于根号5 PST是56度 56度 那PQT是否是直角三角形 PQT是否是直角三角形 4跟5这个应该要配3的吧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 这个肯定不是 因为根号5的平方加4的平方 4是16 16加5 16加5等于21 5的平方25 这个就不符合那个必试定理了 当然我们有背起来 我们知道 5跟4这个应该要3嘛 对不对 根号5就不是了 OK 所以这个不是直角三角形 那如果我要找PQT的角度 要怎么找呢 好问题 等要T型来讲呢 这个左边是5的6度 这个右边呢 应该也是5的6度 当然他还有给我TQ等于TR 这个是代表说他这边是一个等腰 等腰三角形 所以这一个角也是5的6度 TQR也会等于56度 那我们再用 再用什么呢 再用一个平 平行 我叫它 同旁内角互补 我的这个角度 就会相等于180减56减56 56加56等于112 好 所以我们的那个180减去112 就会等于8 结尾减1 等于6 对吧 68度 所以这个角度是68度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那个长度基本上 基本上也只是给 给你去计算一下 他是不是直角长角形 相当简单的 这题还要是最后一题 没有什么难度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一份中规中矩吧 蛮简单的一个套卷 感谢了 谢谢大家